大家我想今天路过广东梅州梅江区这里啊 发现了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围龙屋 它的门口啊 写着近视二字啊 看来是非常的有来头 现在带你们进去看一下是什么姓氏的 前面就是这一座围龙屋啊 它的门口啊 写着近视两个字 还有它门口的池塘 非常的大啊 非常的霸气 现在带你们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口池塘 哇 养了好多鱼 现在正在喂饲料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座围屋 前面挂着很多牌匾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是位于广东梅州梅江区啊 叫坦夏夜屋 目前是梅江区不可移动文物 这边还出了一位烈士 叫夜号秀啊 是夜市的一座围龙屋 啊 夜号秀故居 梅江区 梅江区三角镇 宫前村 这边是他的正大门 我们看一下写有 近视二字 啊 代表他的后代啊 他的祖先还是什么 出了近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面写着什么 在乾隆十年的时候 在科技与会市中是第177名啊 在电视第2家56名啊 次近视出生 叶成丽 出了一位近视 叶成丽啊 这边还写到 太子太宝啊 证明他的后代啊 也是人才辈出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叫前面写着宜安堂 这个牌匾 这座围屋啊 也叫宜安堂 目前修善的也是非常的好 夜市的宜安堂 成丽铁 越成丽 刚才说的门口学者 就是他中了近视啊 这边就是严堂的介绍 他的夜市先祖啊 是从中原客家 南迁啊 之前在江西那边广昌府广昌县 是那边做教授啊 然后呢 休假返乡的时候啊 就途经梅州这个地方 于是啊 就见到梅城这边啊 地匹人西 山清水秀 我就签到了这边定居啊 建造了这一座三堂四堂一围的大楼啊 取名乐善堂 后来呢 在清乾隆 也就是1762年啊 他的丹丰公之孙 还有他的 两个孙子 其中一个孙子就 中了这个近视啊 于是呢 就取名宜安堂 大门楼啊 就写有近视二字 现在目前这座围巫啊 距禁已有255年的历史了 现在目前已经传至27世 共11代啊 繁衍子算400余丁 我们看到宜安堂 在江南夜市一门啊 曾经出过一门三代五支县啊 曾经登上的梅州日报啊 历代人才未出 还出了两位夜革命烈士啊 分别是昊秀公和丙舅公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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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